说起宋家大家可能都非常耳熟能详了,他是1984年正式出道,1990年就因为主演了电影评券深深,而获得了大众建议百花奖的以后,1999年更是在电视剧中担当主演和制片人,还获得了非天奖的以后,2003年由凭借电视剧获得了电视剧, 获得了精英界最巨人其女演员,宋家也是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,从小就父亲离世,有母亲把她拉扯大,后来经过自己的努力,她在21岁的时候就嫁给了自己21岁的金剧艺术家张雪晶,当时宋家在嫁给张雪晶的时候,也是承受了非常多的非议,那个时候张雪晶已经是一名非常有名的金剧演员, 而宋家却还是一个没有出道了的普通人,而宋家也是张雪晶的第二任期词,结婚5年后宋家生下了女儿张楚楚,最后因为身份,地位和年龄的巨大差距,本来就一直不被看好的两人最终,还是已离婚收场, 2012年,张雪晶患了癌症去世,像年71岁,当时宋家还带着女儿张楚楚去悼念,虽然已经经历了一次失败的婚姻,但是宋家依然没有放弃对爱情的追求,在她39岁的时候有和影视剧导演相面, 但是三年之后两个人又分手了,宋家也一直都在追寻自己的爱情,而女儿张楚楚也是一直都在身边陪伴着宋家,宋家一直对女儿张楚楚精心的教育和培养,张楚楚也是在美国长大,18岁就参加美国的高考, 拿到了六所大学的录取通,直书,19岁的时候就开始跟着妈妈一起参加访谈类的节目,不仅会弹琴,还展示过自己的油画作品,可以说是一个多才多艺的孩子,也不富于宋家对她的培养,22岁的时候,张楚楚就参加了中国的高考,以600分的成绩考入了上海戏之学院学习表演,于是她新二代的身份就一路跟着她, 但是她也丝毫不介意妈妈的名气,会很大方的牵着妈妈的手,跟她母亲一起走红毯,此后更是跟着妈妈一起出席了各种活动,站在一起的母女俩,真的是非常相向了,不仅不像母女反而更像是姐妹,而张楚楚出演的影视剧作品也是非常的少,还参加过真人秀节目,在去年更是收获了自己的爱情,步入了婚姻的典堂, 如今的她也是非常享受家庭生活,很少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了